大家好 我今天要跟大家介绍 世界各国的降头素 它使用的方法 有很多西方国家的一些巫师 女巫 灵媒 他会使用蜡烛 点一个五角形或六芒心的一个形状 来请他们的祖灵 就祖师的灵 来帮他做法术降头素 那东南亚也有很多的方式 那其中我跟你们介绍一下 就这一个 这一个是柬埔寨的降头素方法 它是放在他们祖先的棺材里面 放在旁边 几乎有上百年的一个玉石 它是一种绿色的玉石 然后他们的历代的巫师祖师 就要做法术的时候 就咬上自己的指甲血 点在这个地方 然后再点上蜡烛 点上蜡烛 他来祈求 来做污术做降头素 帮大家治疗 身体健康 治疗感情 帮忙财运 他就会运用这一种方式 当然也有这种小的是 他们巫师里面 或是降头素即将往生 即将死的时候 他是握在手里面 经过的历代历代的祖师 或是他在用的时候 他把他拿下来 当然也有这种的 有黑色的玉石 有这种蛮高级的一个宝石 都把他刻成骷髅头 当成他们降头素 所用的器材跟媒介 那我现在手上挂的这一些 就是属于西藏啊 泰国 他们佛教国家 印度国家 柬埔寨 这些佛教国家里面 他们所供奉的神像里面 这些神像 大概就是这样 他们命中的神像里面 或是他们的祖师神像里面 他们的后面 底部 这里面 就放着 私有 或是他们的祖师 他们这些祖师不是佛 他们所谓的祖师 就是说 他们有修行 得到的这些高僧 的这些骨头 放在这里面 这里面有私有 骨头 从这里面把它拿下来 所以 姬景晨老师 就是我 周游了很多东南亚的一些 巫术国家 密中国家 佛教国家 宗教国家 去搜集了这么多的 他们所谓的佛骨 佛骨色力 搜集起来 包括这个是人的骨头 那我们在实施 我在这二十几年实施 毛山法术 银山降头术的时候 它我们在做的功效是特别的好 特别的强 那银山法术 我说到银山 这是台湾的 它也是算降头术 好 我们都是在晚上指食到坟墓 坟墓坟 坟墙 还有台湾说的百姓宫 万山宫 就是银邪的地方 这个银骨塔等等的 来实施这些法术降头术 帮助大家的感情 帮助大家财运 身体健康等等 当然它有害人的地方 但是我们不做害人的 我们用这些法术降头术 来帮助人家 行善助人 我也希望把这些银山降头术 跟大家分享 谢谢大家 你可能没路啊 有